漆黑的一片死气笼罩在黑奇医护的心上 那强大而熟悉的灵压逝去了 失魂界的体量最终仍是折断了 无论多么不忍 无论有多不舍 山本总队长还是永远离开了我们 不要消逝 不准消逝 医护一声声的呼唤 一句句的挽留 却再也无法挽回一个逝去的生命 正在医护近似于暴走的时候 一道亮光突然出现了 而紧接着 医护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竟然是技术开发局的阿记 他一脸憔悴地看着医护 干涩的嘴角说了句抱歉 他抱歉 自己原本想更快地帮助打开这灵子牢笼 可是终究还是晚一步 然而阿记的话还没说完 他整个人就突然瘫倒在地上 医护随后在他后背上 竟然看到了好几把灭雀石的灵子武器 一个戴着眼睛的灭雀石站在阿记身后 他自称是星十字骑士团的夏兹多米诺 可夏兹刚想在医护的面前显摆一番 医护巨大的杀招就猛地向他袭去 此时医护已经完全不想再理会这些杂鱼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战友身边去 而失魂界的天空 仿佛都因为这巨大的杀招被点燃了 轰隆的爆炸声 竟还引起了有哈巴赫的注意 这时还能动弹的失魂界队长们 全都泪流满面地盯着天空 刚刚经历了山本祖队长灵雀的消失 他们每个人都悲痛欲绝 医护引起的这一声炸雷 仿佛人们在黑暗之中看到了光明 在寒冷的冬夜看到了火光 他们感受到了一阵熟悉的灵雅正在靠近 那个强大而可靠的男人 那个曾经胆敢前往虚圈 剿灭蓝燃老巢的男人 那个为了空坐厅和失魂界 抛头颅洒热血的男人 终于赶来了 黑旗一户撕裂了失魂界的天幕 裂风中缓缓露出他傲然的身姿 星十字骑士团的邦比艾塔等人 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刚才剧烈爆炸过后 那神秘的灵雅突然又消失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医护终于来到白灾身边 此刻的白灾浑身是血 血液甚至已经完全浸湿了 他身后的石墙 他已经气弱油丝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死去 然而面对黑旗一户这熟悉的灵雅 白灾还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询问医护 露恰恶恋刺怎么样了 在得知他们两人都还活着之后 他才总算放下心来 这样啊 真是太好了 白灾知道自己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他表示自己身为护庭十三队的队长 却没能阻止静灵亭被贼军践踏 也没能保护好自己的手下 使他们的家人感到悲伤 最可悲的 他现在也即将败北而往 白灾内心真的感到无比羞愧 可他现在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白灾看下医护 这个原本他不曾正眼看过的人类 其实完全可以不必卷进这一场失魂界的浩劫之中 但他还是选择与失魂界共存亡 白灾终于鼓起勇气抬眼看着医护 他的眼睛里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桀骜和冷酷 有的全是哀伤和痛苦 白灾泪流满面 他最终抛下了所有的尊严 向医护展开请求 请原谅落得惨不忍睹的我 但最后还有求于你 拜托你守护失魂界 黑气医护 可听到白灾这样的话语后 医护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但是他坚毅的眼神明显代表了一切 既然选择在这样的时刻踏上失魂界 医护早就决定要与失魂界共存亡了 哈斯沃德感觉到隐隐暴怒的灵压 难道是传说中的黑气医护来了吗 尤哈巴赫肯定了他的想法 但他现在并不想跟医护扯上关系 打算先撤为敬 可就在两人即将转身离去的时候 医护爆裂的灵压突然袭来 他们狡辩的土地全部变得四分五裂 两人随后就发现 一把斩破刀挡在了他们面前 此时尤哈巴赫看着面前那通体漆黑的斩破刀 脸色十分阴沉 这家伙终于还是来了呀 而后医护缓缓出现在两人面前 他坚定地拿起天锁斩月 显然是要与尤哈巴赫不死不休了 不过这里插一句啊 医护看到尤哈巴赫为什么不大惊失色呢 这不是和他的斩月大叔长得一样吗 白在这边等了许久 也没有等到医护的回应 他的眼神已经有些涣散了 看向远处那些曾经熟悉的景色 已经被毁得七零八路 白在的心却是间接放下了 他了解黑气医护的个性 虽然他没有回复白在 但是既然医护已经回来了 那就已经足以证明他的立场 随后白在用尽最后的力气站了起来 他是六番队队长 也是四大家族中朽木家的家主 就算站着死 也不能趴着往 白在沾血的手握紧了斩破刀 曾经华丽的千本英 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刀柄 花瓣凋零 繁华不在 黑气医护横着刀 与尤哈巴赫和哈斯沃德对峙 哈斯沃德想询问尤哈巴赫 现在情况是不是干掉医护 但是尤哈巴赫拦住了哈斯沃德 他上下打量着医护 虽然医护的气势很盛 但是浑身上下很明显是经过了一番苦战 尤哈巴赫很敬佩医护 可以把纪录节的监狱打碎 可他傲然地表示 黑气医护 你难道打算凭借如此残破的身躯和我对战吗 然而医护却没有接尤哈巴赫的话长 他只是语气冰冷地问 你是敌人之手吗 尤哈巴赫被敌人这个称呼搞笑了 敌人吗 可以说是 亦可说不是 没想到尤哈巴赫这个回答 直接让黑气医护抱走了 他紧握斩破刀怒吼道 别扯犊子 我是在问 把失魂界搞得惨不忍睹的 就是你这混账吗 这一下尤哈巴赫承认了 这一切正是本大爷做的 得到这一答案后 医护猛然爆发 强大的灵压爆发开来 黑红色的灵压瞬间生腾而起 让人有一种毁天灭地的错觉 尤哈巴赫此时十分无奈 他明显不想跟黑气医护走到这一步 可面对医护这样的滔天战役 尤哈巴赫只好让哈斯沃德去成全他 击溃他吧 哈斯沃德 这时候 医护已经双手提刀冲了过来 他直接使出了月牙天冲 强大的力量 席卷了天地间所有的恨意 逃着尤哈巴赫猛烈袭来 可是在一片强烈的黑红色光芒之下 一只大手竟直挺挺地向着医护抓来 医护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心悸 这是早期在面对懒染时才有的感觉 你明明用尽全力想打死对方 可是对方不但毫发无伤 并且伸出一只手 就可以把你置于死地 此时医护只能瞪大眼睛 看着尤哈巴赫一把抓住自己的胳膊 他拼命反抗 可是尤哈巴赫怎么会让医护轻易逃脱呢 电光火石之间 尤哈巴赫轻松就将医护打倒在地 他最后还一刀插入了医护胸口 因为发现医护还有气息 尤哈巴赫就让哈斯沃德将医护搬到城里去 他竟然想让医护清醒以后 加入自己回想 这人对医护怎么这么看重啊 可就在这时候 本应该躺在地上昏睡的医护突然睁开了眼睛 这让尤哈巴赫完全惊呆了 因为这只有一种可能啊 那就是医护刚才使用了灭雀师的净血装 但这怎么可能呢 可此时尤哈巴赫已经来不及思考 因为下一秒 医护的灵压已经如排山倒海般的袭来 哈斯沃德吓坏了 只能看着尤哈巴赫狼狈地防御着医护的攻击 此刻尤哈巴赫有点恼了 他不用喃喃自语说 自己搞砸了 这句话倒是让医护有点障碍合上摸不到头脑 自己不就是挡住了你的攻击吗 怎么还能说是搞砸了呢 但其实尤哈巴赫说的 跟医护想的并不是一件事 不过他也懒得跟医护解释 他直接提着剑朝医护攻击了过去 医护虽然尽力躲避 可速度完全没有尤哈巴赫快 被他一件砍在了肩膀上 可由于医护的静血装护身 这下也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尤哈巴赫其实并不是真的想砍死医护 而是为了试探医护使用静血装是不是巧合 这一事让尤哈巴赫可真的后悔了 果然不是我看错呀 早知道就不应该派一个正统灭血师去阻止你的 医护完全听得一愣一愣的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而尤哈巴赫随后又再次说道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唤醒了灵压中的记忆了 医护此时是彻底愣住了 他完全不知道尤哈巴赫在说什么 好在尤哈巴赫终于开口解释 医护在接触记录节的监狱的状态下 他必然十分崩溃 想击破监狱 而这时 医护只能将自己的灵压持续释放到极限 爆发一般的解放灵压重新回归体内之时 必然也会带入周遭的灵压 因此医护当时就把记录节身为灭血师的灵压 吸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将他埋藏在灵魂中的灵压记忆唤醒了 尤哈巴赫告诉医护 基录节的灵子监狱是用来囚禁敌人的 他不能囚禁灭血师 这时候 再一次医护蒙逼了 尤哈巴赫的话单独一句他都能听明白 可是放在一起 他就完全无法理解 你在说什么 什么灵压的记忆 你说灭血师怎么了 尤哈巴赫这才知道 这一小子对自己的事情 看来是完全不知道呀 是吗 关于自己的事情你什么也不知道呀 连自己母亲的事情都不知道吗 尤哈巴赫斜眼瞪着医护 而医护在听到自己母亲的事情后 瞬间就失神了 在他的记忆里 只记得母亲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躺在雪坡中 可如今 尤哈巴赫却说自己母亲居然还有其他的秘密 他真的不相信 此时尤哈巴赫也懒得跟医护多费口舌了 他本来是打算把医护带回去好好调教的 看来今天已经没办法悠哉悠哉地调教医护了 尤哈巴赫于是打算直接用墙 但医护的小暴脾气又上来了 他朝着尤哈巴赫怒吼 一个老皮肤话说一般最没道德你知道不 我再问你 你刚才在说什么 但尤哈巴赫偏偏就是不回答 就让你在无形帝国再问我吧 尤哈巴赫随后持剑向医护狠狠攻过来 可医护的静血装却越来越得心应手 尤哈巴赫都气笑了 别以为有静血装我就奈何不了你了 然而就在尤哈巴赫要解放力量 打算抡圆了自己的大宝剑砍过去时 却感觉到天体之间 有一丝奇怪的东西正在滋长 自己的行动 好像不能完全随心所欲了 而这时候 哈斯沃特提醒尤哈巴赫 现在已经到了影制领域外的活动极限 他们必须马上赶回无形帝国 尤哈巴赫不相信 自己正玩得开心 怎么时间就到了呢 然而此时他突然想起蓝染那迷人的笑容 尤哈巴赫立刻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蓝染搞得把戏 在接触蓝染的时候 蓝染让自己对时间的感觉混淆了 尤哈巴赫有点生气地看向哈斯沃德 你早就意识到了 却没提醒我吗 尤哈巴赫最终还是决定回去了 可医护能轻易地放尤哈巴赫走吗 把失魂间变成这种样子之后 就想一走了之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医护看着尤哈巴赫离开的背影怒吼着 我叫你站住 看着尤哈巴赫还是没反应 医护索性冲过去一刀劈了下去 此时尤哈巴赫完全没有在意 还是向前走着 而走在后面的哈斯沃德 则猛地回头 然后医护就手握着斩破刀僵在原地 他的天锁斩月竟然断了 医护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方只是一招 就不将自己的斩破刀给砍断 这就是实力的绝对碾压呀 尤哈巴赫随后淡然表示 再会 黑奇医护 总有一天会来迎接你 你就好好养伤等着吧 诞生于黑暗的无儿啊 我是黑白 下期见